考你会不会使用 就是字串相关的搜寻的功能 主要是Stream Stream类别 如果说Stream类别里面有哪些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它在Java里面的 lag.stream的这个类别 里面的话就有很多个方法 其中有个方法 如果你要搜寻什么 搜寻字串的话 你可以用IndexOf 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这边有个 我前面讲过 这个说明里面有一个API的Document 里面的话其实都有完整的说明 包含就是什么 这个class 就是一个Stream 里面的成员方法 跟成员属性跟方法 这边底下都有相关的说明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里面的话 比如说这个Stream里面 它有哪些 就是它的建构值 可以传哪些东西进来 另外它的Mencer 它这边有方法 有这些方法 其中的话 各位可以往下找 因为它应该是按照 那个英文的字母排列 前面我们用过的像Ecos 有没有 这个Ecos 就是它的一个方法 那回传回来 会告诉你Return一个Booling 告诉你一个Booling 然后我们那个IndexOf 因为按照英文字母I开头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 有个叫IndexOf 有没有 那这个IndexOf做什么呢 它底下有跟你说明 Return一个Index within 反正意思就是说 找到之后 告诉你在哪里就对了 那它有两种传法 一个是一个参数的 一个是两个参数的 有没有 Return回来东西都是Int 反正就是说 后面这个参数 应该指的就是 可有可无 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给它 后面那个参数 它就会从头找 但是如果你给后面的参数 它就会从你指定的位置 开始找 应该懂的意思吧 就是说 一般当然如果你 这个 假设你要从头找起 你就不用给后面那个参数了 要给的话 你就给一个0也可以 OK好 那其他的话 当然还有这些 所以 其实如果说呢 你们要把那个Stream类别学好的话 其实答案都在这里 当然你不需要每一个 每一个都去印字去记 但是你至少你知道说 以后我要用什么东西 可以在哪边找 这边其实都有答案的 那比如说取代好了 还有Splitter Splitter就是切割嘛 切割的话呢 就有点像是那个 我们传进来参数 切割的依据是按照空白 那你就给它一个空白 如果是逗点你就给它一个逗点 它就帮你把它Splitter之后 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这个其实都蛮常用到的 还有像什么Substream 这个不知道 我根本有用过了 Substream就是什么 切字串的 从哪一个字 帮你切多少个字 比如说你可能字串 就像说你最后找到的 那假如这一题要修改 如果我今天要找 找到之后 不只是要它的位置 我还要它的前后几个字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答案就在用Substream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其实也蛮常用到的 OK 然后还有像什么 反正相关的 如果你要切这个 这个是去除空白 应该很多都有 它什么Value of OK 诸如此类的 通通都在这边有答案 有的时候你就习惯 反正答案都在这上面 另外就是邮标放上去也可以 如果你哪一个不熟 反正你邮标放上去 就有说明档了 好 那第一个就是说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 Stream类别 那相关的这一些 如果你看这个官方的说明档 我觉得好像看的不是很习惯 我建议你去 图书馆找一本有关那个 Java相关的书籍 像那个明解Java那本 其实我觉得它写的还 日本人写的 写的还蛮简洁二要的 而且范例我觉得出的也不错 里面好像第几章 反正第三章还是第四章 里面就是讲到Stream类别 全部专门就讲 这个Stream类别里面 它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方法 那要怎么去用 它会有举一些Sample 反正就把那些Sample 大概就知道 这个Stream 关于自串的部分怎么处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我今天输入了一个字串 比如这个字串的话 假设你可以先把它打好了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是要Key这个 其实不方便的话 你就Key在那把它贴上 那假设说我今天 第一个就是说 输入之后找什么 要不要记得放下面 因为这个好像Scan 如果你没有放下面的话 它没办法Scan到东西 按Enter 自动帮你怎么样 第几个位置找到 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写这样子 有点还是怪怪的 应该要怎么样 这好像感觉 这个一个清单上面的地 应该是第三个找到 八个等等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再 打考试的话 就要这样的结果就可以 所以第一个我需要输出什么 找到之后 先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头 一个就好了 其他不用 其他就是找到之后输出什么 输出它的位置 而且它位置后面的话 就换行 不是接在一起 不是逗点 也不是 就是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写 第一个我要先判断 这个文章里面 有没有RY 所以怎么找呢 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我用Do的回圈叙述 Do 我想前面我们有讲过 就是它会是 后测试回圈 所谓后测试回圈 就是说先做一次 之后再判断 那也就是说 会先查 有没有 有的话呢 先做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 Do 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index 指的就是找到的位置 找到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 里面它会回传给你的 就是-1 那如果有找到 就给你位置 那特别注意 我把这个STR 实际上这个STR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后面你加一个点 所以如果以后呢 它本身是一个自串的话 点下去一定就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index of 所以是针对 这个变数 自串的这个变数 点下去之后的话 会有个index of 那index of 里面呢需要传两个参数 但我讲过了 刚才有可以传一个 如果你只是从头找 你就不需要第二个参数 但是如果你要从 哪个位置开始找的话 那你就是要有第二个参数 因为这个题目是需要 一直往后找的 所以一定需要有第二个参数 那也就是这一个文章 假设是一个文章好了 你将来也可以把它放一个文章 里面早早看有出现几个字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你以后的话 如果要去算一篇文章里面 出现过多少次的关键字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用 或者以前我们也用过 就是比如说 我要统计大数据的话 也可以自动呢 去网路上low所有的网页 当然你不一定要去low下来 你可以去找 然后找到哪些关键字 哪一个人出现的名称最多 去统计 好那这边的话用index of 后面呢 记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给什么 你要找的关键字 其实就是RY 把这个RY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be 它预设值是多少 预设值是0 所以它找到之后 它一定会先从头开始找 往下找 第一个先判断什么 if index 如果不等于-1的话 表示有找到了 所以呢 有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怎么样 把这个findex加1 也就是说找到一个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 因为第一次找到的话 要出现这个啦 所以为什么要有findex 这一个变数 主要就是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需要输出一个 有点像title啦 但是如果将来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不需要findex了 那如果findex等于1 表示说第一次找到的话 那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是什么情况下输出呢 是第一次找到的时候 才去做输出 可是如果第二次第三次要不要 不用了啦 因为已经输出一个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底下的顺序print出去 那3print 因为它找到一定是 找到这个位置 0 1 2 那你输出的话是2 那不对啊 因为那明明在第三个 你为什么给第二 因为它是正列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它加1 本来是2嘛 找到应该是2啦 那把它加1之后 输出一个3 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出一个3 那一定是println 再来呢 要往后找 要往后找 特别注意哦 我讲过哦 要哪个位置你要给 把那个 这个这个b 原来是0 那你现在要往哪边找呢 就是找到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请你再把什么 往 这个等于是那个index 里面要从第四开始找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叙述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注意一下这个b 有没有 你要更改 本来是0 请你变更 变更为哪里 找到的位置 找到index2 加上什么呢 string.lex string是什么 关键ry ry的总共几个字 两个字 所以呢 2加上2 所以它就会从这个位置 开始帮你把它往后找了 那等一下又找到这个位置 那又再加两个 再往后找 有没有 以此类推 所以它就不会一直在这边一直找了 它不然的话 如果你用0 它又从 它又告诉你又是3 所以这样的话呢 去找到了 这个就从第四 然后回来之后 没有它就从第四个 开始往后找 又找到了 然后就回来 第八个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才需要输出这个啦 第二次以后就不用了 所以一直输出 一直输出 这样的话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我想这个回圈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 最后找完之后 等到找到最后结束之后 它已经找到最后一个之后 它回来的就是-1 那-1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跳离回圈 就最后就结束了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的这个就是 把这个找一下 然后呢 如果已经找完 找那个ry 如果那个ry的话 不输出特别注意 你这个 这个位置要enter一下 请你游标放下面 然后打一个ry 让它全部跑完之后 跳离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请各位大概试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已经把sauce 放在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稍微踹一下 OK 那最重要 可能最难的 应该是那个 这个堵坏回圈 那其实你也不用死背啦 因为里面的观念 主要就是说 我找到了 那我就继续往后找 主要那个be 我想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卡住 应该是那个be 后面要再加上什么 加上关键字 总共几个字的长度 再往后找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上 那个关键字 字的长度 它还是会从 第二个字找 第二个字找的话 又找到的还是 那个位置 所以必须略过 那个关键字的长度 再继续往后找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这个因为以前 刚好也写过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用到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很多工作上 尤其是办公室应用里面 很常会需要去统计 统计什么东西出现的次数最高 比如说你假如好了 最近的大数据 现在要流行大数据 要找某几个人 他们在网路上面出现的次数 谁比较多 那当然你就要统计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就可以 那你可以会那个 网路上捞资料 那你不先把它catch下 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在 在网路上不用把它当下来 你可以把它找到 然后也是一样记录记录记录 一直往下 那当然你可以 电脑会自己帮你跑 那跑跑跑跑 就会有数据出来了 那这些数据 其实对很多事情 对于像你说选举 政治上就很有帮助了 或者是说行销好了 像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大家关注最高 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因为现在流行 那个大数据的统计分析 所以其实这个题目 其实衍生性还蛮大的 请各位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index of 回来的结果 如果不是-1的话 那就表示它找到 而且会告诉你什么位置 OK